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倘若现在有人问我 你王德峰有资格谈艺术创作的本质和过程吗 因为你并非艺术家 你还没有好好的向我们证明 你从事过真正的艺术创作 你如何能知道艺术创作的本质呢 以及它的过程呢 你写过小说吗 你做过交响曲吗 如果他这么一问我 我倒是尴尬了 是吧 你没资格谈论 那么我对他的回答是 如果你是艺术家 我也告诉你 你也没资格谈论 并非你曾经成功地创作了艺术作品 人们给予你艺术家的桂冠 你就可以高谈扩论 艺术的创作的本质和过程了 为什么 对于艺术家在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比我们更有权威 我们在艺术哲学里边 讨论艺术创作的本质和过程 这样一个理论的话题 对于艺术家来说 他们的每一次新的创作 都在实践上来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艺术创作的本质 这个问题 诗中对于艺术家来说 诗中是他们每一次创作 所要回答的问题 不知各位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上一次创作的成功 不能担保你下一次创作 会是成功的 我们给某人与诗人的称号 这是在说他过去成功了 一个诗人不能因此以为 自己下一次一定写得出 圣州的诗来 他每一次写诗的时候 他仍然要用实践 用诗歌创作的实践来回答 什么是艺术创作的本质 这样一个问题 对他们来说是实践的问题 对我们讨论艺术哲学的人来说 是个理论的问题 谁都没有权威性 这个西方那个神话 叫西西夫斯是吧 我们听说过 他被罚为什么 不断地把舌块推上山顶 然后每一次推到山顶 他又得滚下来 他得重新推 艺术家就是这样的 西西夫斯 其实蛮可怜的 他上一次推上去成功了 是吧 这舌头又滚下来了 他下次还得重新推呢 上一次的创作的成功 不能担保下一次 仍然是真正的艺术创作 可能下一次就成了什么 工艺制作 真正的艺术创作消失了 这样的艺术家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在这讲过吧 就是比方说 琼瑶的小说 他后来就是复制 后来的许多小说写出来 一看就是工艺制作了 真正的创造性消失了 他可以成为多产的作家 但是多产出来的东西 全是什么 工艺品 并非真正的艺术作品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地强调 来讨论一个艺术创作的本质呢 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把艺术创作 跟工艺制作做一个对比 我们自然的话会发现 其中的本质区别 当一个工匠在制作艺术作品 制作他的工艺品之前 他已经完全明白 他将要制作出来的是 个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 每每把这些冷眼穿为艺术家 或者他们的工作 叫艺术工作 比方说茶壶是吧 宜兴那个地方产的茶壶 那么专门由陶艺师是吧 去制作 这些人是艺术家 还是工匠呢 显然是工匠 为什么 他整个制作过程 一开始 这个制作过程 一开始就知道 他必须制作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那个叫茶壶 工匠在制作开始的之前 甚至已经知道 自己将要完成的成品 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但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不是这么回事 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要到整个创作过程完成之后 他才终于发现 他做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只要这个过程没有中止 他始终不知道 他将创作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这不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在这一点上 我们已经把艺术创作 和工医制作区分开来了 我不知道在这里讲过 也许已经讲过 托尔斯泰的那个艺术 他正在创作什么 安娜卡利尼 突然有一天 他的家人听到了 从托尔斯泰的书房里 传出来的嚎啕大哭 那么就惊动了家人 一起去问他 怎么回事 出了什么事 托尔斯泰说 安娜死了 怎么死的 卧鬼自杀 那么家人就一起劝他 你既然这么难过 就别让他死吧 托尔斯泰回答说 我知道了 我已经发现他肯定死 而且一定是自杀 而且一定是卧鬼自杀 这个意思说明什么 说明艺术创作 跟工艺制作的根本区别 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 就是个探索的过程 并不是一宣设计好了的事情 把构思看成是第一阶段 然后把整个作品 比如说小说 它的主要的人物 它将来的集局 全部构思完毕 然后开始小说创作吧 如果我们这么看待 文学小说的创作 我们误解了艺术创作的过程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尽管这部作品 最后我发表了 我们读到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它设计的那么好 比方说《红楼梦》 我们今天读《红楼梦》会发现 它的构思是那么的完整 和严密 所以一个人形容《红楼梦》 从第一回到最后一回 如长蛇 长山蛇 千里浮现 首尾相应 他的福比前面全放好了 比如说最重要的人物 金陵舍尔差 这每一个人最后的命运 都已经在第五回 你可以看到 就第五回 贾宝玉 神游太虚换尽 在那个大殿 大殿里边有大厨 厨 大厨里边有抽屉 把抽屉拉开来 看里边有命车 有正车 副车 又副车 记载了精灵的那么多女子 他们的命运的道路 和最后的归宿 那么当了贾宝玉 第一次读了 看了以后呢 懵懵懂懂 没记住 是吧 到小说 快结束的时候 他说再次重游太虚换尽 都看明白 记载心里了 那么我们看一部《红楼梦》 是不是把所有的人物 你看都 曹雪芹都把它设计好了 人物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重要人物 将来的基础 不读全设计号写的吗 根本不是的 我们知道了 《红楼梦》第一回里边 他就讲到了 说这个在道红宣宗 那个雪芹先生是吧 怎么创作的 说十年辛苦不寻常 批月十斋 争三五次 还记得这样的说 就在第一回里交代的 就他不断地在修改 大的修改有五次 时间用了十年之久 最后完成呢 我们觉得他好像是 预先计划好了的东西 计划好了 其实整个创作的过程 不断在探索 所以我们必须把艺术创作 看成是个 本质上是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 而不是工艺 制作那样一种设计在先 设计完了 成品就按照设计做好了 这不是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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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在补给予出